我想如果沒有月期的話 我的生命都是好像沒有意義 我都不是我現在的梁飛桐 Hello PressLogic Girls的觀眾 我是梁飛桐 飛桐小可的飛桐 幼稚園的時候 我爸爸就讓我看粵語長片 很多黑白電影 剛剛我十五歲的時候 剛剛百和就招生 我有一個朋友他正在學習 他告訴我 百和招生 你有沒有興趣 不如你去試一下 他就帶我去面試 就入了百和學院 就學了四年 做粵劇的話 你真的要踏入粵劇的圈子裡 你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懂化妝 因為沒有人會顧到你 很多時候你都要自己打理自己 化妝是一個入門的條件 我最快都要半個小時 直到一個小時不等 視乎你那個頭飾 幾複雜程度 我試過我剛剛學戲的時候 七點九開場 我兩點就開始到達那個場地 開始打片子 開始準備化妝 我很喜歡粵劇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保留了很多好的傳統思想 或者一些禮儀 我們都很講禮貌 很講專資重度這些精神 我亦都希望可以說 我將來的伴侶 可能是其他範疇都涉獵的 不單單只是粵劇 我這樣講 希望可以是其他的表演藝術 都可以互相交流到一些意見 因為我覺得這樣 眼界會擴闊一些 你的社交圈子也會擴闊一些 我看不到那一刻的情況 但如果以我現在這一刻 希望可以跟那個時候的我講 不要放棄粵劇 想想你有多喜歡粵劇 還有你可以學戲的機會 會是得來不易的 除了剛才我說約朋友吃喝之外 其實很多洗肺都放在喜曲上 我畢業到現在都沒有被家用 其實我還在想自己 能否忍受自己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堅持多久 會不會有一刻我突然想放棄 我從學起開始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我也試過受傷 試過為了粵劇斷骨 那一刻我反而擔心 我還能不能做粵劇 而不是想說 因為粵劇我受傷 我不想再做 由始至終我都沒有想過要不做粵劇 反而令我更加認清楚 就是說我真的很喜歡粵劇 所以我沒有去想過何時要放棄 我沒有想過放棄 你這樣說